我們關係深刻 因為是上學 這樣我... 不行 看到了就以為是真的 今天這一集呢 是想要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年輕人 目前就是網路的一個趨勢叫做迷音 然後還有讓你們看看 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都聽什麼音樂 你們知道這次的中總大選 台灣有第四個候選人嗎 你沒有聽過 他是諸葛亮 哈哈哈哈 諸葛亮 對對對 對 他是我們第四位候選人 哦 那今天我才知道 才知道說 哦 我是87.3 我才了解 奇怪 這分量不是假的就死掉了 對啊 不對 奇怪啊 對不對 你們講到重點了 其實這是我們網友惡稿 這個怎麼簡潔的 講話講得好像真的一樣耶 現在聽到這些就是 我們比較年輕人 會做這些惡稿啊 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是覺得 你看多了就以為是真的 因為你看太多的話 你會有一個錯覺啦 有時候會上當啦 被詐騙什麼 但是也有個好處就是 知道說這種影片出來 尤其是詐騙的 我們會警惕自己啦 你們平常都喜歡聽什麼類型的音樂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 台語 國語老歌 現在年輕人創意的那個歌 說真的有時候聽不懂 我第一個要放的這個歌 手上叫 靜耀王 我好擔心 按下這個播放鍵之後 你們 你們三個會給我一巴掌 哈哈哈哈 Live like a monster Fuck, need a closer People get a hold up 你真的想不夠 分為一篇的門了 我們關係深刻 是為至少全熱 讓我們操縱 Live like a monster Fuck, need a closer People get a hold up 你真的想不夠 這樣我們不行 嗯 會被禁對不對 一定被禁掉 以前我們的教育就比較 嚴謹一點 現在的人就很開放 喜歡什麼 講什麼 做什麼事情 隨心手遇了 我剛才這樣播放到 第一句 我就已經開始覺得要冒汗了 哈哈哈哈 像這種類型的歌 就是旋律 感覺像比較抒情的旋律 對 各自就不對勁 對 比較 比較靜靜一點 對 話講的是很真實 但是就是一種想像 對 沒錯 現在我們政府開放了嘛 什麼都可以 只要我高興 什麼都可以 哈哈哈哈 所以說 就看你的發揮 對啊 對 所以因為在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生長的時候 政府也都是給我們的概念 就是教育裡面都是 可以多元發展 然後你可以多發揮你自己的創意 他就是擁有了一個 比較現在年輕人可以接受的語言 我們雖然老了 但是也要跟上時代 對 就是不要說跟時代脫節 那就什麼都不對 你跟不上時代 思想沒有跟上時代的話 你看到這個問題 你就會很頭痛 我們不接受它的話 跟我們有了個隔後 有的人不甩你啦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 的確 對 現在年輕人其實蠻難管的 哈哈哈哈 那就非常感謝 就是三位哥哥姊姊們 參與這次的活動 掰掰